想看YouTube频道 你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今天这影片 我会手把手的教你 如何利用你的手机开通你的YouTube频道 同时也会教你做好正确的设置 给你带来更多的流量 hello大家好 欢迎欢迎我的频道 我是Gayson 开通YouTube频道成为一个YouTuber 已经成为了越来越流行的趋势 我想如果你在看这部影片 你也想开通自己的YouTube频道 成为一个YouTuber 其实只需要一部手机 你就可以完成YouTube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 你可以利用手机开通YouTube频道 你可以利用手机录制影片剪輯影片 所以今天这期影片 我就会教你如何利用你的手机开通YouTube频道 并且做好正确的设置 同时配合上我准备给大家的影片上轮清单 做好里面的所有步骤 你就能够让你的影片资料更完整 让YouTube算法更加了解你的影片 从后推荐给更多观众观看 我也把下载链接放到底下的评论区 相信大家做完所有的步骤 你的YouTube频道一定会有好的开始 今天我用的是iPhone手机 同样的步骤可以运用到安卓手机上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如果你是第一次爱我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关于社交媒体 以及网络推荐内容 如果你对这一段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被错了柔软式影片通知了 那么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内容 首先你要来到你手机里面的浏览器 输入YouTube.com 大家一定要记住用的是浏览器 而不是用的YouTube App 因为如果你使用的是YouTube App 会有很多功能的缺失 我们选择右上角个人信息的标志 我们点击登录 如果你已经有了邮箱 你可以直接输入你的邮箱 如果你还没有邮箱 可以点击这个建立账户 现在我们就输入好我们的邮箱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个人信息标志 选择你的频道 在这里你可以创建你的个人账户 其实YouTube是可以创建两种账户的 一种是个人账户 另外一种就是商业账户 个人账户只能是你的名字 商业账户可以是取任何的名字 所以如果你想要取任何频道的名签 你需要选择商业账户 同时商业账户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 如果你有频道的管理员 你可以直接把它添加到你的频道 你并不需要给你的账户密码 频道管理员就是会帮助你管理频道 回复留言 上传影片等等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 个人账户和商业账户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界面 是只能够让我们创建个人账户频道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创建商业账户 你就需要转化成电脑模式 现在我用的是iPhone 我可以点击这个大小 然后选择切换为电脑版网站 如果你使用的是安卓手机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标志 然后选择电脑版网站 现在我们就看到的是 电脑上看到YouTube网页的形式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个人信息标志 点击建立频道 这里就会告诉你立即建立频道 就可以开始踏上创作者之路 我们点击踏出第一步 这里你就可以选择 是否要建立个人账户或者是商业账户 我们点击创建商业账户 在这里就要求你输入频道的名称 你可以使用的是品牌名称或者其他名称 好的频道名称有助于使用者了解你的频道内容 你也可以随时的修改你的频道名称 接下来就要求你上传你的个人资料相片 你可以点击这个上传相片 接下来你就要向你的观众介绍了频道 你要描述你频道的基本信息 是讲什么的 为什么观众要订阅你的频道 接下来你还可以新增你的网站链接 如果你有网站 你可以添加你的网站链接 或者其他的链接 同时你还可以加入你的社交平台链接 像是Facebook Twitter IG等等 在输入完之后 点击储存并且继续 现在我们就创建好了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点击这个自定频道 首先第一个就是版面配置 你可以选择你的主打影片 第一个就是专门为未订阅者提供的频道宣传短片 这主要是让还没有订阅你的观众 初步了解你频道的性质 第二个就是专门为回方者精选的影片 主要就是为了吸引订阅者收看 接下来就是精选版面 你可以自定义你的版面设置 最多可以设定10个版面 我的做法就是添加不同的播放列表 让观众能够针对不同的主题 找到他们想要看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品牌宣传 在这里你可以更改你的资料相片 你也可以添加横幅图片 你可以点击这个上传 上传好之后点击这个完成 接下来你还可以选择影片的漂浮水印 我们同样可以点击上传 上传好之后点击完成 第三个就是基本资讯 如果你想修改你的频道说明 可以在这里同样修改你的频道说明 你还可以新增语言 你也可以修改网址添加更多的链接 同时你可以加入你的邮箱 方便观众联系你 所有的完成之后我们点击这个发布 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左上角的 YouTube Studio的标志 现在你就会来到YouTube的工作室 我们点击左下角的设置 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些设定 首先第一个就是预设单位 你可以选择你的地区的货币单位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货币币种 这里也有指出选择YouTube工作室的货币单位 这个选项并不会影响你在Google AdSense账户中设定的付款单位 即使支付给你的货币单位和这里选的货币单位是一样的 这里显示的金额和最终给你的金额仍会有差异 因为这是因为采用不同的汇率所导致的 第二个我们选择频道 在这里可以做一些基本的讯息的修改 你可以选择你居住的国家或地区 你可以输入你的频道的关键字 例如我的频道的关键字就是YouTube 社交媒体网络创业 在输入完一个关键字之后 以逗号作为结尾 这样才能够分割 接下来我们选择进阶设定 这会让你选择你的频道是否为儿童打造的 如果你的频道是针对儿童的 你就可以直接选择是 如果你频道不是针对儿童的 你可以选择否 或者你可以选择第三个选项 你针对每一部影片做个别的设定 第三个就是功能使用资格 第一个预设功能我们已经启用了 接下来还有一些功能 我们需要手机的验证后才能够使用 我们点击这个符号 这些功能有上传长度超过15分钟的影片 自定缩图 直播 还有针对Content ID声明提出申诉 这里需要你输入你的验证电话号码 第三个就是上传预设设定 在这里你可以提前加入一些信息 这样每次上传的时候 就会自动添加这些信息 你可以添加预设的说明 你还可以选择浏览权限 一般我会把影片先设为不公开 因为这样我就能够确保 我上传影片是否正确 然后你可以添加一些标签 第二个选项就是进阶设定 这个选项我一般不做任何改变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社群 在社群这个选项里面你可以新增管理员 或者你可以隐藏一些使用者 你也可以屏蔽一些字词 你还可以封锁链接 在所有都输入好之后 我们点击储存 现在你就可以利用手机 来完成频道的创建和正确的设置 同时在配合上 我准备给大家的影片上的清单 最大化的一化影片 让YouTube上法推荐给更多的观众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我点个赞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关注我的IG 那你会分享更多不一样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